那我现在要说的是巧遇 去帮那个房东结水电的时候 遇到我前公司的主管 然后他就说看到我就说 洪森你最近在做什么 所以你以后碰到什么麻烦 随时可以来找我 多晚都没关系 因为我睡得很 就马上拿出我的棉片 递给他 以我做会计的专业 来同样的把社会住宅 拜访的专业跟他解说 然后一讲就是两个小时 然后接下来他就把 六间的那个拜访 介绍佛佛说 可以交给我们处理 Good morning啊 宝主佛 我勾你妈个头啊 你今天要是再不教书的话 我就消了你抱着 然后接下来我就是 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就是说 像我们做这个社宅 对于你说那个 房客提前解约 我们是要用心服务 然后房东 像我有一个房东 他就是不想做社会住宅的 但是他要做休闪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为他服务 然后待了三个多小时 然后他就说 你真的是服务周到 虽然我没有做社宅 但是我还是很认同你 然后接下来他又介绍了两个朋友 两间房子 让我拜访 所以我认为这个工作就是 大家要用心服务 拿出我们的专业 就请邀请房东来参加社会住宅 交给我们就对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